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念诵大悲咒 真的能够实现我们的所有愿望吗 很多朋友总是喜欢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 来质疑大悲咒的效率 比如 他们喜欢说 念诵大悲咒能实现这个事情吗 能实现那个愿望吗 比如 今天是2020年4月1日 三天前 某疾病的全球大流行已经感染超过60万人 今天更多了 那么 有朋友就问 念诵大悲咒 能治疗这种疾病吗 能预防传染吗 我们三天前 已经把这个视频做好了 可能是由于这个疾病的名称属于敏感词汇 所以视频后来又被下架了 我们今天重新录制这个视频 再次发布 朋友们 总是要这样问 如果大悲咒这么神奇 那么我想请问 念诵大悲咒能预防或治疗现在正在流行的这个疾病吗 如果不能 你怎么能说大悲咒是灵验的呢 如果能 现在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都手忙脚乱还没有搞定的疫情 岂不是大家坐在家里念念大悲咒就行了 用得着那么医护人员 前伏后继的 去努力吗 这个问题 看似一个非常尖刻的问题 那么 作为一个 佛教信徒 我们怎么来回答 或者说 我们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呢 首先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的回答是 肯定能 但对您 不一定有效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看一看经文上 是如何论述的 经文月 一切换苦容生者 以此陀罗尼致之 无有无态 也就是说 任何疾病 皆可治愈 经文又说 此大神咒 咒干枯树 上的称 知科花果 何况有情有失众生 身有病患 置之不差者 必无是处 在这里面 我感觉印象特别深的是 咒干枯树 上的声 知科花果 我经常在心里 念到这句话 如果 是一个 已经干枯了的树枝 大悲咒的威神之力 尚且可以使它 重新开花结果 何况 我们普通的疾病 所以说 经文里面 总结说 善男子 此陀罗尼威神之力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叹莫难尽 从上面经文 我们能够知道 宋时大悲咒 能治疗一切疾病 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 也包括现在的瘟疫 但具体的某个个人 那就不一定有效了 下面 我们从两个方面 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 对大悲咒 要有坚固的信心 宋时才能有效 第二 如果自己不能说宋时 可以让他人带宋 并回下 也可以得到宋时的功能 在《千手千眼观世音福大广大圆满外大悲心陀罗尼经》中 是这样说的 宋持大悲神咒者 于现代声中一切所求 若不果随者 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尼 这句话告诉我们 大悲咒确实可以实现现实中的一切愿 特别要注意 是现在声 不是未来 经文又说 为除不善 徒无至诚 也就是说 我们的愿望 必须是善缘 所谓善缘 就是不要伤害他人 不要损害他人的利益 除不至诚的意思是 要心诚 不能轻忽的尝试 比如 假如我们的午饭 几块钱就可以买到 我们就不要再宋咒 去求菩萨 给我们免费的饭食了 相反的 我们应该宋咒 回向天下所有 处在贫困之中 缺一少时的众生 愿大家都能够得富足和安乐 经文又说 为除一世 宇宙生弥者 乃之小罪清业 已不得灭 何况重罪 虽不即灭重罪 又能远作菩提之音 这就告诉我们 要想宋咒 获得效果 获得灵验 你必须对该咒的神效 深信不疑 否则的话 只能算是 种下一个菩提之音 要想得到 立竿见义的结果 就很贵 花言经说 信为道源功德母 长养的切 诸善根 佛菩萨咒语的加持之力 如阳光普照 但是也只有树木花草 才能因此而生长 如果是一块石头 不管阳光雨露 多么充沛 它也发不了芽 开不了花 结不了果 所以说 要想我们的送持修持 能够起到作用 我们就要对 经注的功德 坚固的信心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 我们能请他人 为自己宋咒吗 当然可以 首先 我们仍然需要对大卫咒 有坚固的信心 祈愿也必须是善愿 其次 送持者需要诚心 将他送持的功德上根 回向给我 所谓回向 就是将自己所谓的善业的功德 回转而投向为 能明确的目标 回向是菩萨圣的重要修行方法 可长养慈悲心 洗手之力 比如 我们在为他人送持大卫神咒的时候 往往做类似这样的回向 过今宋持大卫神咒 功德善根 回向给某某 速得 消除某某病患 或速得满足某某愿望 最后 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结论 第一 送持佛菩萨圣咒 可获得不可思议的加持力 第二 对送持经住的功德 要有舒适的信心 第三 通过回向 可以获得他人送持的功德 也可以将自己的功德 回向给他人 这是一个自立立他的善解 最后 给我们的互助祈福频道 做一个广告 感谢您的观看 再见